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 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 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 总统蔡英文讲白了四大坚持 画出底线 回应对岸领导人习近平的祖国统一说 这番隔空论战并没有让十月初以来 急剧升高的台海情势降温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应询表示 这篇讲话鼓吹台独 煽动对立 割裂历史 扭曲事实 大陆国台办批评总统蔡英文的国庆演讲 是鼓吹台独 而两岸主张各自表述 也让美国担心台海将进入非常时期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主席 认为它有一个巨大的机会 CNN专访了川普时代的白宫国安顾问 麦马斯特 他认为两岸情势来到接近战争风险的高峰期 尤其是习近平加大了掌权力道 对内外掌控都各为强硬 不仅台湾 从整个亚太情势来看 包括中印边界冲突 南海扩张 以及中国大陆及澳洲 在经济上的互相制裁 都属于习政权对外的进犯 会更为强硬就是因为担心情势有失控风险 对台湾也是一样 麦马斯特提到的巨止性贺阻 其实是贺阻战略的一种 就是让对方相信 如果出兵进攻 势必会被击败 这一点拜登任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顾问 马拉卡林也认同 并表示美国应把贺阻大陆侵台 列为优先工作 除此之外 是雄风三行飞弹车 今年国庆 我国自治军武陆续登场 罕见的秀肌肉 但是麦马斯特认为这样还不够 这就是特别的重要 要建立不仅是尖肯定的武器 但有一个相比的功能 像智能海盆 以及长度的预防火力 以及电力战斩 以及特别的空防防火力 强调台湾应该专注尽快发展不对称战力 呼应日前AIT主席莫建的说法 外交上大陆奉行战狼外交 军事上更因为例行军改的军事转型 让美日澳等国警铃大作 频繁的大小演训 其中一个最常出现的假想战场 就是抢滩登陆夺岛 而被划分为专门对台部队第73集团军 又进行了实战演练 解放军在闽南海域再次进行抢滩登陆演习 对台威胁意味浓厚 这让利保印太情势的美国也有动作 传出一款被命名为暗英的新型远程高超音速飞弹武器 预计2023年就要投入使用 它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攻击中国附地目标 暗英的高速使它能够攻击稍纵即逝的目标 同时也能穿透对手的防空系统 这款暗英飞弹宣称射程可以达到2770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对岸犯台从美军驻关岛部队 能就地发射命中目标 这也被视为美军加强南海战力的利器 美中之间军备竞争的力道更加激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